就在新旧年交替之际 中国国民党美西南支部 今天举行第二三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交接仪式 虽然国民党在马英九的带领之下 在今年的总统大选当中 能够继续执政 但是民调的下滑 也让国民党有所警惕 新当选的第三届常务委员都表示 会战战兢兢的接受挑战 三位当选第三届常委的谢宗皇 林晴金以及刘永文 接下在美西南地区 壮大国民党的重责大任 马政府现在的民调是低道的不行 还有国内的政情也是蛮混乱的 南军的士气也相当的低落 所以我们这一届的西南支部 也有这个责任跟义务 把这个海外的南军的士气 振作起来 把士气的民心找回来 而卸任的第二届常委 姚齐川 廖建民 对于国民党则有深切期待 完成了几个最主要大概一个是 五都选举的胜利 还有当然最重要是今年年初的 总统大选的胜利 这是我们这三年里面 最重大的一个两个任务 跟旧的党员联系 然后新的党员接触 这个是我们就是说 现在正在做的也是未来的重点 在今天的交接仪式上 受邀前南洛杉矶演讲的海基会副董事长高孔莲 也谈到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趋势 在实务工作推动的部分 现在很需要加强的是 尽速完成服务贸易的协议 另外国民党中央组织发展委员会 海外部副主任钟维军 也从旧金山前来参加 所有党员希望展现团结一致的气势 让国民党赢得民众的信任 进而在2014年的七合一选举 以及2016年的总统大选当中 继续执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